在两边高耸的悬崖上 一群重大半吨的灰熊正虎视眈眈 而一对灰鲸母子为了赶时间 他们准备穿过前方的浅沟 殊不知危险慢慢降临 随着河道慢慢变暂 一群虎鲸正想灰鲸快速赶来 因为成年灰鲸体型庞大并不好对付 他们选择攻击只有三吨重的小灰鲸 岸边的灰熊翘首以待 灰鲸发现危险来临 他们加速往前用 怎耐虎鲸行动敏捷 很快追上他们 小灰鲸忐忑地靠近母亲 可是虎鲸轮流冲击灰鲸母子 很快母子被分开 小灰鲸被两头虎鲸压在身上 她根本无法起身 可怜的小灰鲸逐渐失去意识 她被溺死在河道里 小灰鲸慢慢沉入河底 未来几天 虎鲸都会来这里啃食小灰� 灰鲸妈妈在这里徘徊了很久 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 没过多久 小虎鲸残骸被海浪冲至岸边 灰鲸妈妈在这里徘徊了很久 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 没过多久 小虎鲸残骸被海浪冲至岸边 期待已久的灰鲸粉末登场 鲸鱼的脂肪热量很高 对于饥饿的灰鲸来说 简直是最佳的礼物 而在他们的附近 忽就早已再次等候 等到灰鲸离开 便是他们的就餐时间